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 它肯定是像我们来讲 我们不是带着金锁是来进一个企业 我们是一步一个脚业 我们是创业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从小的一个企业逐步走来 肯定是有碰到很多的困难 比较像资金的困难 一个小企业 一个小型的企业的话 不管是在价格各方面 都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的确就是碰到一些很多的这种 特别在资金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一个人要有信仪非常重要 信仪 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决定一个信仪 虽然你是小企业 但来讲你能从小的非常讲信仪的 去做好服务 能做好 能做好更好的价格 做好更好的产品 我觉得未来是 能度过这些困难 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 您是否觉得女人 当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家 比男人需要付出比较多 我觉得女人是一定会多的 如果做按照中国传统的女性的话 我们必须是一个 除了要做好事业的话 也要照顾孩子 照顾家庭 这是一个女性的 中国传统的女性 她一定会去这么想 当然这点付出可能男性就不一样了 男性过好自己的事业 这方面可能想着 就因为女性这么多 可男女还是有别吧 女的肯定她要想着这些事情 她不是一九岁的事业 她想孩子 怎么能教育成才 对家庭能够造物得更好 那您对今年的主题有什么看法 您觉得主题对不对 的确是到最后经济的发展 一定是追求是质量 不是追求数量 在初级阶段 像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 初级阶段一定是追求数量 这也没有错 如果没有数量的话 可能没有今天这个经济 但来讲话讲来 我觉得这个质量 最终追求的是质量 那经济的发展 跟企业的发展 需要一些良好的政策 那您对中国政府 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走到今天 我觉得中国政府 很多做的已经是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 一个投资平台 主要你好像 比如说像环保 你的环保能按照 国家 现在不要说按照国家 世界要求环保 都是要求 要做到环保 你才能经营的企业 我觉得像国家 要求一些政策 都是非常合理的 我觉得可能在五年前 您问这个问题 我可能有很多的希望 今天我觉得已经走向一个非常 大家不再认为 很多政策 你再怎么去改变 只是在整个宏观调控的 一个过程当中 怎么去能够控制好 控制通货膨胀 出发展 对不对 这些调节构 能够调节得更好 那只是打了一个宏观的一个 一个做法 但对中国政府 我们非常有信心的 那您觉得未来 企业跟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 会不会改变 我觉得政府和企业是个雨水之间的 对不对 企业是给国家纳税的 给政府纳税的 对不对 那之所以我觉得政府也离不开企业 企业离不开政府 有很多的政策需要 政府给一些优惠 给一些支持的 我觉得这种关系 大家永远都要保持一下 特别在中国这种境界环境 大家一定是跟政府 大家是保持一致 保持的是要一致的 我觉得九龙做的这么大的话 我觉得很多要求都是非常正确的 你没有理由不去执行 它的要求 政府的要求